导航能预测未来吗?竟然直接预判前车会急刹车,究竟是如何做到的? 2月6日,一车主在驾驶途中突然听到导航软件,前方有车辆急刹,请小心驾驶的语音播报。 车主也按照提示放缓了速度,可就在下一秒,侧后方一辆车子飞速冲来,在车主的惊呼中撞上了急刹车辆。 这则视频被上传到网上后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,不少网友直呼黑科技, 还有大量经常开车的网友表示,真的不要不把导航的提示当回事,不然都是血一类的教训。 这里是知识TNT,你可以不用,但你不能没有,导航软件无疑就是这样的存在。 或许你每天的生活路线比较固定,或许你对自己所在的城市十分熟悉, 但当你到了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,比如出门旅行,不管有车没车,导航软件都是少不了的, 就连平时订外卖,我们也会偶尔扫一眼车手位置和目前距离。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,导航软件的功能也是越来越多,规划路线时间也不罕见, 甚至连预测未来这种神奇的事情都能做到。 像什么,前方围事故多发地段,请小心行驶, 注意右侧汇入车辆,雨天路滑,注意随时点沙等。 有太多例子都是导航的语音播报刚一开口,车祸就在眼前发生了, 不听劝真不行。 那么导航到底是怎么做到神预判的? 位置,路线,车框,甚至就连红绿灯都能预测,这究竟是什么原理? 在导航软件刚问世的时候,相信一定有对此不了解的人以为导航软件能够准确给出那么多信息, 靠的就是卫星拍摄。 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航拍一样,卫星在天上监视着地面, 看到这条路车辆多了就给你的手机发消息告诉你堵车了。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,导航软件最绕不开的的确是卫星定位, 但却不是卫星在天上拍摄路况。 卫星定位主要分为三部分,空间部分,地面部分和用户部分。 空间部分不用多说,就是卫星。 地面部分是接收卫星信号并传到我们用户端的站点, 用户端自然就是我们的手机一类的信号接收器了。 定位方法也不是拍摄, 简单来讲其实是通过速度和时间算出距离, 以四个卫星来确定一个位置。 车辆所在位置、速度等信息被卫星定位系统获取后, 自然就可以把这些数据转化为车流量, 从而知道这个路段是否堵车。 导航系统单纯的为人类服务吗? 错了,其实我们也在为导航系统服务, 可以说是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。 在我们开车使用导航软件时, 我们的实时数据也会上传, 然后通过导航软件的算法进行分析, 最终反馈给我们。 比如,一条路上突然出现大量车辆减速, 那该路段就会标记为拥堵, 如果几乎都是正常速度行驶, 自然就是畅通。 数据越多,分析的越准确, 就像那些导航系统标记的事故多发地点, 那可不是瞎说, 都是一场场教训得来的事实。 但是,大数据也并非完全精准无误。 举个极短点的例子, 一条堵车的路上, 所有车主都用的是同一款导航软件, 而唯独你用的却是另一款,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状况。 在别人的手机里导航显示拥堵, 而你的手机里却显示完全畅通。 在2020年, 有一位外国网友也做过一个测试, 他收购了99台二手智能机, 同时开着谷歌导航放在小推车里, 在一条马路上慢悠悠地走。 果不其然, 导航软件就将该路段标记为拥堵, 而实际上马路上根本没几辆车。 不过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, 导航系统也在逐步优化, 将这些漏洞一一补足。 如果说用了导航系统, 就会上传数据进行分析, 那要是一个导航软件没有多少人用, 或者大家都不开, 那导航系统是不是就没有什么用了呢? 当然不是。 如今的导航系统都和各地的交通信息系统合作, 路上的电子眼会将道路实况上传到导航系统进行分析, 就连红绿灯独秒都成了导航系统的标配。 而在我们这些普通用户之外, 还有一些车辆几乎全年无休地在城市里行驶, 他们也为导航系统的信息收集提供了大量的支持, 那就是公共交通和营运车辆。 这些车辆会定时地上传位置车速等数据, 交由导航系统进行分析。 当然,以上这些方式单独一项拿出来都有一定的局限性, 可当它们结合起来, 就足以形成一个较为准确的实时路况监控网络, 帮助我们更方便的出行。 导航究竟是如何生成路线的? 无人问津的偏僻小路导航软件如何知道? 现如今,导航系统都已经和各地的交通信息系统合作, 路上的电子眼会将道路实况上传到导航系统进行分析。 除此之外, 公共交通和营运车辆也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持。 时时路况已经知道了, 导航软件就能够合理地为我们规划出行路线了。 毕竟现实世界不是平面地图, 两点一线就能过去, 在这方面可不兴, 风山开路, 导航软件会通过计算得出我们的起始点与终点的最短路线, 来作为我们的出行参考。 不过这种方式一开始也带给不少人烦恼, 走的时候去一个陌生的地方, 开着开着, 宽敞大路就变成了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的小路, 真是不禁让人问上一句, 这也行。 这小道常年住在附近的人说不定都不知道, 导航软件是怎么知道的? 这当然要归功于大数据。 不过除了大数据, 还有导航公司的工作人员每天开着定位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, 或者说早期导航公司收集道路信息就是靠这种方式, 只不过随着现在越来越智能化用的比较少了。 而且现在导航系统也更加人性化, 往往在规划路线时会给出许多选择, 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和偏好来选定路线。 同时, 在路上出现车祸或者维修等特殊情况时, 导航系统也会重新规划路线。 除了数据分析外, 这功能自然少不了许多热心车主的帮助。 相信有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, 在发现前方路况出现问题时, 主动提交信息来帮助别人, 避免其他车主也走错路。 诚然, 如今的导航系统更加智能化, 为我们的出行带来了不少便利, 甚至能检测到车内出现的异常情况。 通过相同的导航软件提醒附近的车辆, 避免造成车祸。 但不要忘记, 驾驶者才是一切的关键, 对于导航给出的提醒我们要重视, 但不能完全依赖。 自己对于路况的观察和判断, 驾驶时的专注是我们万万不能丢弃的, 也是保证我们安全的重中之重。 知识天地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, 我们下期再见。